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填任这个 所谓的民意会 其实民意会讲的 民意会 各位都知道是不做事的 那我本来说 我们外交界的 一些老权列额 在座的兵资政前院长 都是当没有我的长兵 我的长官 是应该他们的 他说都拜会他们的 他们两位都有困难 所以要我得为其难的 我想当然主要是因为 我跟企业界的关系可能比较明显 我们这个学会 既然是一个民间组织 当然就需要企业界更多的财业以及赞兴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说我是个看法 看能不能从他们到我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因为 唯一觉得 我们的国家的出境 非常的 特殊也很困难 但是 我们也是 就我所记忆 50多年前我进入外交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在外交部的工作 就是全力的要维护我们在联合国的 有西策 每一年都要打整个赞兵 那当然是 所有外交部都要放不下 直到1971年 我们可以就给我做一做 后来 整个国际 国际环境 那我们国家的开始做 我当时在思考 我就是觉得说 我们国家的 一个还是由我们 生存和发展的到 而且是生存发展的 我跟讲 因为我们当时 情貌的力量慢慢去 我们的民间的 活力就慢慢展现 所以我当时 就 一开外交部 到经历 往前 居然有过我们自己 在 经济的领域以后 我发现 我当时都想 没有错 很多民间的力量 的确对 对外开心 为我们 得外交出境 他们的了解 越多知道怎么样 去灭灭 然后呢 去突破 所以我也记得很清楚 我一直去二年到 经历布鲁马铁的 第一个工作 派给我们的 是 我陪着我们的 满满 到欧洲去 要为我们 的防治力 打开欧洲的市场 要争取 欧洲的配额 我们开始努力 结果我们 犯前征 犯了六个月 才能道歉 犯六个月道歉 俄罗局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 跟他们俩见面 因为你有怀疑生活 那后来我就说 不能这样呢 去回看 主要想打掌声 所有帮我们 拉上线 这两个月 都是欧洲的商业 他跟我平生一段来 是我们 切切安心 在这一块 这一块 这样的面子 我觉得我们 讲话很偶尔 其实我们的主性 也是很值得同情 所以我们慢慢 爬上线 刚刚我们的部署中说 我们现在 每年 所有的 EU的国家 21的国家 我们去了 通通每天 去哪下 先第一个国家 去得到欧洲 同行无主 没有天空的国家 没有原因 但是你要想想 这是在1907年代 我们的主经是那样的 在这一块 其实 都是整个 我们住外单元 跟我们 民间的 阿贵 和 共同 策略 这样的突破 我也在回忆到1908年 美国的卡顿 全部都转向 然后 事实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攻击 老实际 那个时候 我们 几乎 灵性无防防 但是我们 在 那个时候 我因为在做冒际 那时候 在冒际 那时候 在冒陌的 貿易谈判 所以我 好像能保护 看法子 就发现 我们的人 尤其民间的人 一点都没有失望 他们 把我说 这是一个失望 说 一火从事的机会 自己是第二个上司 所以 我们 开始对 今后的美国的 武士之关系 他就要怎么样 来 有一个 一个 一个 法律的基础 所以大家就 全力的夺务 把他关系好 当时在中国会 在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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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 在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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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从他自己的 关系 去找线 然后就不成功 所以 那个台湾关系 是 经过这样的目的 在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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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我们就看到 我们 台湾过团 当政府决定说 要台湾过团 因为 我们这边的 毛衣術场 太大 同时 我们又 没有钢胶 它被关系 因此 会越来越被疏练 所以 我们决定要派出过团 所有的民间人 人士 被 点名导 大家是告诉你 自己 拔欠 自己 出力 所有的人 每一次我们 台湾团 都到了 因为 对 对方的 关系 重要性 所以需要 有一些 增加才过 或者是一些 另外的 对 这种配合 就是 我们的业者 从来没有做 弄 或是 做 做 那种 好做 所以 我这样的 问题 还有 后来 我以从 互相教研统 以及 国家的关系 还会是重要的 几千 如果是 第二次成立 对外关系协会 但是 当时的 神秘环境 不允许 一四 几次 都没有办法 成立 今天看到有这么盛大的开幕联理 我内心里面一方面是兴奋 第二方面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 各位都知道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 由于全球化的关系 政府的部门纷纷的设防成立 有关外交事务的智库 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外交关系协会 Consumple on Formation 那么其他的各国都有 这一类的智库 它的责任就是事务刚才 吴副总统所提到的 结合国内产 国安学三方面的力量 为国家的外交增加注意 那么一方面是从事学术研究 讨论为国家的外交事务提供建议 另外一方面当然研究是要把这个国家的很多的想法做法 透过所谓的second track 二维外交的方式 跟各国来交往 配合外交机构的一维外交 设为二维外交 那么在一个这样子的制度 要能够顺利运作 产官学三方面的努力 是不能缺少的 刚才肖文育会长提到 产业界的贡献 我们非常的详尽 我们不赘述 那么官事实上 不是现任的政府的官员 在美国的consulting foreign relations 好像政府的官员 做了官员都会暂时接一下 而是一些在前政府任官 现在换了个政府下台 以后还会再做 在这个协会里面 以及一些退休的外交官 或者政府官员 学那么就是包含武广 只要勇于参与的努力 产官学三方面 这个官和学 当然是要做研究工作 要做讨论 甚至于写具体的政策建议 这个产也是一样的重要 它不仅仅要向农运会长讲的 要提供协会需要的资源 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的国籍事务 不仅仅限政治与军事结合 它包含的项目 可以说财经文教科技 环保卫生反骨度 没有一个项目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官学 为什么对这些项目 并不是最深入 这个时候产业店 就可以建议 提供很多文贵的建议 所以以一个产官学 三方面共同结合的 对外关系协会 我相信对于国家 未来无论是外交 两岸关系 我们推展 都有很大的注意 我在这里 衷心的祝福 对外关系协会 运作一切顺利 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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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一看 同期协会的设立 刚才前院长讲得非常清楚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希望 我们会有一个具体的进展 过去这两年来 总部的杨前部长 就是现任总统的秘书长 他也是积极地规划在推动 那我就任之后 也是继续 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划在进行 在这里非常感谢 我们很多外交会的前辈 很多的资深大使 还有学界 产业界朋友 他来共同努力 同时也特别感谢 我们欧前部长 能够出面 参任我们第一任的会长 我们终于能够在 今年的十月份 能够完成 所有登记的程序 而且我们今天 能够举行这样的一个 开户展示 我想我们的特色除了产观学之外 我们希望是民间 超党派 多元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们希望能够 来协助政府 协助各相关的部会 能够全方位的 来推动对外接轨的工作 尤其过去这几年来 在整个亚太地区 大家都会非常多次接轨 所谓的联系 能够把这个对外接轨的工作 能够完成 所以我个人对于我们学会 能够广纳我们工商企业 学界的精英 还有拥有我们丰富实务经验的 我们资深的大师 还有很多资深的外交同仁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刚才全院长也特别提到 其实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组织 最有名的当然是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 那我个人过去在印尼工作的时候 印尼它也有一个 印尼的世界事务协会 ICWA Indonesian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那个时候我就把相关的资料 也报备给外交部 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最主要的就是借重 各产观学各界人士的知识跟经验 能够来结合我们很多外交实务方面 人才的经验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能够来帮助政府 来推动各方面的对外工作 那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政府在推动多数外交 确实是有许多距离的进展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134个国家 也有我们也签证 落地签证的务力 对于我们全体的国人 不管出国旅游商务 其实多享受到业力跟争议而已 那刚才吴夫董人特别提到 在过去这一年多了 不管是台日旅游会议 旅游协议跟非兵的旅游会谈 还有跟纽西兰 新加坡也够顺利的签识 经济合作行为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进展 那另外在国际参与的部分 除了世界卫生族大会之外 我们今年也顺利的出席 这个国际参与主持iCare的大会 那我觉得这些具体的进展 都是在我们国内各界产甘学 大家的努力之下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祝福 我们对外关系协会正式开幕 也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外交的专业 企业的专业 学术的专业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效果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影 大家一起来努力 能够对于我们整体的对外关系 能够有更多的贡献 最后在这里也进祝我们的协会 活动圆满成功 也进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